好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大家 明天就周休二月 但是接下来24小时 请大家务必务必要留意 气象组针对了十个建设 发布了这个大雨特炮 中南部雨势的预测 一片红 红一片啊 台南更是出现了闪电列车 中午过后已经一步一步雨势 由南往北来扩散了 雷声狂轰啊 连专家都惊呼 这么剧烈的下法 实在不像春雨 一路下下去的话 后面还会更猛烈吗 对 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想说奇怪 怎么现在这个时候下雨 但是伴随了雷电交加 我们在台北 其实今天午后过后 就发现非常多的一个雷电 然后打下来 然后那现场的感觉 我们在路上的感觉 觉得是台风来了 那你觉得台北 就这么严重的话 台南高雄那个地方 大家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从昨天开始 雷电 闪电列车来了 他说这两天 会有剧烈的一个天气形象 然后在台南这个地方 这个画面开过去 你会发现 胖 胖 胖 然后非常多的网友 就在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雷神索尔来了吗 你说打雷也就算 这个雷电之后 加上什么 暴雨 现在来讲 轰的一声 你在四月过去来讲 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湿雨量 整个下下来之后 整个水就淹起来 然后淹起来的情况之下 根本就排不出去 所以在台南这个地方 仁德这个地方已经水淹15公分了 整个巷子进去 你就变成小河了 然后大家讲说 如果再往上的话 那到底要退到哪个地方去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高雄 强风 暴雨就像台风一样 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东西这样扫 然后这个铁皮屋 那铁片 啪 啪 啪 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个时候 感觉上这个画面比较像什么 比较像是台风 然后出去的时候 你也看到 露宿招牌全部倒成一片 大家就想 难道台风没来 一般的强大雨 就会造成这样的灾情吗 这就是气象专家 为什么看了今天的雨 从接近中午 下到了下雨之后 淹成这个样子 四月 观众朋友 不是红台厅 春雨不是应该 下面这些绵绵吗 对 居然是这种猛烈的下法 因为过去的话 大家会觉得 你如果是春雨 没雨季节的话 它就是 它只是下到你很烦 就是一直下 可是今天来讲的话 你是下雨之后 还有狂风 狂风之后 然后还有打雷闪电 那在高雄这边 中山大学最惨 他们讲说 其实你要去玩什么 立宝的这个漂流河 马拉湾不用 你来我们中山大学 宿舍就好了 清整晚 它说雨下到太大 雨下大大的情况的话 它的露台 那些落水头堵塞 雨一直下 根本就弄不掉 所以清了整晚之后 还是这个状态 所以这些大学生 就把它拍起来 就说你不用去立宝了 不用去马拉湾了 来我们这里 就玩得到漂流河 挖苦自己 好 我们看到 就是说从昨天的下午 傍晚一直到今天的早上 几乎都集中在 整个西南部 我们看从高雄 台南 嘉义也很严重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嘉义的水就像倒的 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呢 过去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雨如果一次 池雨量来得太大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防洪设施 恐怕都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雨一直下 大家就只能说 那算了 赶快测好了 那说如果有状况的话 你先往二楼去走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的高潮 就是晶云两天 所以的话 它的雨量可能会更大 然后风会更狂暴 所以未来的48个小时 降雨的高峰在中南部 中南部是整片发红 整片发红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搞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哇 你可以看到 红就代表雨是最大最猛暴的地方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还得了 你刚才看到每一个现场 都体现在这个红通通的地方 而你说 从现在开始 到明天 我们不但要提高警觉 到了下个礼拜 就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对 因为我们这些水 都还没退掉的时候 在今明两天 这个最红的是 这个是今天晚上到明天 接下来的话要到五月初 所以这几天的时间的话 到下礼拜三为止 大家要非常注意 非常小心 不是只有在台湾 观众朋友 在广东 才刚刚历经了 致灾性的暴雨 然后洪水 你看整个善后现场 简直是明天过后 这个在哪里 对 这是洪水过境 医院变孤岛了 怎么救啊 还有另外一群 越野赛的选手 跑到了一半 遇到了暴雨山洪 越野赛当场变成了 荒野求生 这里水生 另一头火热 曼谷 才四月居然标出了 52度的恐怖体感高温 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这是广东阴德 之前大家看到阴德 想说奇怪 你怎么那个原本是一个 一个美和美的一个地方 竟然水淹到整个岛 几乎不见了 现在来看 这个阴德里面变成 孤岛医院 水一直上来 一直上来 水已经把一楼的这个急诊 全部都被它 淹掉了 淹掉了之后呢 他们赶快把这些病患 还有急诊室的这些药 跟机器设备 搬到二楼去 可是你知道吗 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呢 因德当地有小朋友发烧 小朋友发烧的时候 那怎么办 救难队员赶快用这个快艇 把救生体进去 进去之后呢 你要往外面 送外面的医院 结果发现送不出去 你问你这是怎么办 回头往这个医院 往这个医院走 然后呢家属就说 那个医院已经淹掉了 怎么办 不用担心 他们用快艇 把这些药物给送进来之后呢 放到二楼去 你看这个是领药的 挂号的大厅 一楼都已经淹掉了 幸好他们在医院的过程当中呢 赶快把这些医药 医材设备 全部搬到了二楼去 所以呢 这个小朋友 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救治 另外一个现场 更加的惊险 我们给大家来看到 在广东 他举行的这个越野的 跑步的越野赛 没有想到跑着跑着 灾难发生 死神凌空而来 对 这个越野赛呢 其实他应该是要跑100K的 然后呢 其实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 就已经发现一个状况 就雨开始下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问说 他真的要比赛吗 他就说不用担心 雨可控 所以呢 你把这个东西啊 100公里变成60K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跑一跑 竟然遇到了山虹爆发 山虹爆发的情况之下怎么办 那他们先第一时间 他们是原地等待救援 然后按了这个GPS SOS 按了半天 没有人来救 但是水一直上来一直上来 他们想说 如果再待在原地 可能就会被冲走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 一个接一个 然后手扎手 然后呢 一只手拉着队友 另外一只手去拉绳索 他们说 如果你一不小心 一个垂滑 可能就被冲走了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这当时候 熔断比赛之前 一定要有机会取消比赛 但是主办单位 可能因为爆米飞的关系 竟然让这个危险的比赛 继续下去 什么叫做水深火热 这个地方 一个又一个的洪灾的现场 抢救的现场 你来看曼谷 对 曼谷才4月春天 观众朋友 居然标出了 52度的致命性的体感高温 对 因为过去来讲 太签蛮贵的 所以再来 有半年6个月的时间 不用免签 所以我很多的朋友 现在人都在曼谷 他们说曼谷 现在热爆了 现在来说 他们发出了一个极端高温的 一个警告 告诉大家说呢 如果能够不出去 就尽量不要出去 你不要说气温39度 可是因为那个地域的关系 你一般来讲 你量到39度 你以为体感温度就40度 41度吗 No 体感温度是到52度以上 他们过去的话 其实曼谷4月平均温度 才27度 没有想到就飙到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你不要轻易的尝试 如果你真的是晒伤了 你真的是中暑的话 可能会夺命 人间4月天 什么都能发生 土耳其这个现场 看到你真的会头皮发麻 土耳其这个青春室 其实它是历史非常悠久 但是一阵怪风 砰 进来就倒了 倒了之后呢 旁边的幸好是没有人在附近 你看这个怪风 现在真的是极端气候 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 这个是青春室的那个尖塔 屋顶居然 那个尖塔 然后呢 其实为什么大家都拍得到 因为这个风吹很久 大家想说奇怪 摇着摇着摇着 大家拿出手机来拍 其实在推特上面 就是现在X上面 很多很多的影片 大家想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风好像左右左右左右 棒的一声就倒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遗跡 非常的可惜 雅典的天空 这是什么样的摄温 这是世界末日的摄温 大家都在想说 雅典这个画面 像不像是火星 火星那个时候呢 Eam Musk不是说呢 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做什么星际旅行 把人送到火星 结果雅典 因为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 整面都变成橘红色的 他们说这橘红色就像什么 就像是在火星一样 如果呢 以后去不了火星的话 只要来这个地方 沙沙漠的沙神霸 侵袭到希腊 雅典已经变成了一个火星 强阵渝阵 昨天晚上大家好不容易才松一口气 睡好觉 观众朋友们 今天晚上开始 雨淡又要凌空炸裂 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现在开始准备进驻的防灾 避难模式哦 雨量预报图 吓死你的半个台湾 紫红色一片 好可怕 雅典的我谈这个天气 我跟这叫做现身说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刚才在走过来 露营的路上了 雨伞被吹翻 全身现在还有点湿湿的 所以这雨非常大 我可以做验证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地震过后呢 大家发现一件事情 奇怪 怎么全台湾都陷出 各位 你会不会看到 这个紫红红的 这代表降雨量 代表非常可怕 纸红色一片 那之所以这样的 正式越来自于 华北这个雷宇包 已经封面往南移了 所以台湾已经在 整个笼罩范围之中 十个县市都陷入大雨特保 而且不只是如此 各位啊 他们讲这种大雨 叫做百年一遇 为什么 因为同时袭击到亚洲 但亚洲常常下雨 但最可怕的是 各位连中东地区 我们讲的杜拜 阿联等地 竟然这种沙漠地带 一年年雨量 可能只有90毫米不到的 都变成了 水乡哲国 对他们说 这种全球的极端气候 恐怕有可能让 全世界的人 损失变穷 高达38兆美金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洪水 有多么的惊悚 不只是因为 它出现在 我们以为的 沙漠国家 更可怕的是 你居然从外太空 可以清楚楚拍下 这一大滩的水 对我们通过 所谓低轨卫星号 高轨的这种 摄像卫星号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叫做触目惊心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从太空来看阿联 各位 这是原本的阿联 你仔细看 就是我们现在镜头上 播的画面 这就是沙漠嘛 因为全部不是看到 这种砖头啊 雨显你会在看什么 我跟你讲 下一刻你就知道了 因为 现在的阿联 变成了这个样子 君彥哥 有没有看到 蓝蓝点点 蓝蓝点点 多了 多很多 很像珠光宝石 很像这种 矿石里面塞几颗蓝宝石 不对 这什么 全部都是湖泊 全部都验射 全部都积水了 有些甚至是湖泊 有些甚至都市积水 积道 整个都变蓝色了 你说吓死人 这个面积也太大了吧 整个沙漠地带 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从卫星 现在带你来看到石井 石井是怎么样 各位 带你看到杜拜 杜拜呢 现在的每一条马路上 全部淹水 做大水 而且各位你要知道 杜拜呢 全部都是豪宅 而且呢 要嘛就是这种 名园啊 名人啊 居住的地方 甚至有人附下圣地 其实我没有想到 街上做大水 各位你不要看这种 泡水没什么 我跟你讲 有差别的 你在大陆泡到的是什么 电动车 泡到的是小米 泡的是别阿迪 在这边泡到的是什么 凯迪拉克 老斯莱斯 哇 都是今天 靠汐游巨富的富豪 都几千万的名车 全部都发在水里面 甚至你看有一个名园 还泡上电动 他说什么 说这是他原本豪华的家里面 你看这台车 都全部泡水 自己的家里面 甚至还跑线出这种瀑布 各位有没有看到 贏死人 这个急流跟瀑布一样 不只是如此 甚至是在路上的超跑呢 通通各位 保感掉的掉 甚至有车主的 两千万的车子 我也没看到 每一台都是超跑 每一台都是上千万豪华轿车 汽车逃亡 是我没了 我快走 为什么怕什么 水落在烟膏 我才是那个最有价值的 我身家数十亿 喝水来就来 谁还管你有多少身家 我跑来再说 所以就更离谱的在这边 有些大老板 有钱到什么程度吗 你那个数十亿汽车逃亡 你那小咖 你知道有个大老板 为了说不要自己涉水 你知道做什么吗 他叫下人 先垫好垫子 他就是财部 垫好垫子 我在财部 垫好我在财部 开什么玩笑 他连水 脚都不愿意碰到水 真的整串屋都空间 钻石做的 不是空间 有够离谱 好我们看到了 这个百年一遇的大雨 除了中东 当然刚提到了亚洲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 而最惨的是广东 广东淹成了百年一遇的 这个红换 问题是 你以为天灾吗 今天传出 可能是人祸啊 就那个有钱人淹掉操跑 他还有钱可以再买 但现在最难过的是什么 广东遇到这个百年一遇 很多人叫做家破人亡 因为家都没了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民众质疑 说不对啊 我们广东以前 从来没有淹过这么大的水 即便间歇车率量很大 会不会是有一个状况 就是你为了保下游的 广东所以才大幅度的泄洪 各位还记不记得雄安新区 那个时候也发生同样的状况 为了保雄安新区 所以把附近邻近的地方 全部能淹的都淹了 他们就讲 你看到这个山洪爆发 各位吓死人 这是在广东哦 那我们看了像这个画面 你不讲 我还以为这电脑AI做的 这什么情况啊 这根本就像什么 仙侠小说里面的这种 什么大怒神一样 怎么会有这种状况 然后中间只剩一棵树 孤零零的站在那边 而且不只是这样 很多百姓困在家里里面 他呢 人家是我家门前有小 他不是 他是 为什么 他望眼过去 撑着一只孤零零的雨伞 但是他的前方只剩下什么 一滩烂泥 前方就剩下这边 各位啊 我很担心他的安危 为什么 因为他困在家里面 静也不行 退也不行 然后一副很惆怅的样子 那请问一下 坐吃山空 存粮也有限 所以有关单位 到底有没有救到他 也不知道 但不只是如此 我们讲了 除了伴随着大雨之外 最可怕的就是什么 强风 因为呢 他们就有一座桥梁的 风吹着吹着 各位 很少看到这景象 风竟然把桥梁吹断 就很像那画面 你看哦 本来上面还有人拿着走电筒 在走来走去哦 就下一刻你看哦 雨来了 风来了 有没有看到后面 整个全部都放放下来 这个是哪来的力量 这么大可以扯断这座桥啊 对没有错 各位 我们从来有听过地震很严重 没有听过 风把桥吹断 而且还是水泥桥 不只是如此 那个画面就更加惊悚 有人呢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身家姓名财产 甚至是身材工具 他会做什么事情 有风来 他不是跑 他跟这些有钱人杜拜的不一样 他是要拼了命 紧急的把这东西给抱住 各位 现在看的画面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钓鱼场 你看有没有看到 大风来了 那个人抱住那个 变成天外奇迹了 别人都不会起来 我们再看一次 有没有 大风来了 他们还想说 我用肉身之力抵抗 我洪荒之力 应该撑得住吧 撑得住吧 老兄 上去了 没有 然后下一秒 他就飞出镜头外面了 也不知道他最后飞到哪里去 你知道这个画面有多可怕 为什么说广东的这一起 所谓的洪幻 暴雨会值得全世界重视 因为广东是 整个中国南台湾 生产最重要的基地 我们讲这个省 太有钱了 富可敌国 其中重中之重 在这个地方 深圳 深圳变什么样了 Junk 周杰伦有一首歌 叫做什么 那个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但这个也来得太快了吧 为什么 因为前一刻还晴空万里 结果没想到下一刻 乌云密布 因为这个雷宇包 来得又快又急又猛 等于就是说 原本这才白天 就跟我在讲 这是早上 可能正中午 早上的时分 黑成这样 黑漆漆黑妈妈一片 为什么 而且是瞬间雷宇包来了之后 整一片黑暗门 什么都看不过 举头三尺 全部都是乌云 所以你的这个情况下 不只是如此 甚至就有点深圳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广东 现在灾情已经一路 衍生到了深圳 对 来看各位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你都觉得小屋见到 为什么 这是整个自助洗车厂 包括它的机器 包括它的投币机 来 你再看一次喔 风太强了 所以整座洗车厂就这样 往后变轨 变轨之后还压到 你看里面原本 还有很多车子 停在那边洗车耶 洗一洗之后 突然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 我是谁 我在哪 而且不只是如此 在河北这个地方呢 也同样有狂风 原本的客人坐下来 准备要点餐 结果没想到下一刻 菜单看没有两三秒 奇怪 我的桌子 我的鱼子 全部走过去 你就知道 现在大陆各地 都因为这种极端气候的状况 深受其害 深受其苦 强政 渔政不断 观众朋友 真的要提高警觉 还没完喔 从明天开始 我们更要严防风雨 强劲的封面 云雨大军 就在今天晚上要压境了 雷雨包已经在 北台湾的上空排一排站 千万千万千万要提高警觉 会很恐怖吗 真的恐怖 你看这画面在哪里 这在广东 他们已经早一步 陷入了水深火热了 这面临的是百年一遇的暴雨 来袭前居然瞬间天空一秒黑掉 动物集体狂奔 那是多恐怖的场景啊 居然哥昨天 在花莲发生地震之后 大家想说 昨天一个晚上83次雨震不断 结果没想到头抬起来 往天空一看 不对 那雷雨交加 还是有天空闪跟不停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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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出什么大事了 这个是不是跟地震有关 天有异象 是 没有啦 各位 五灰五灰 我跟你讲不是 是雷雨包来到了北台湾 哦 有下雨了 而且这个雷雨包是从整个中国 我们讲广东一带 一路延伸到台湾 所以在双北地区 才刚好是巧合一边发生的地震 而天空一变雷霆大作 预计在未来 包括从周五到礼拜日会有一个 各位你仔细看一下 他们讲这个叫做红暴 为什么叫红暴 代表会有大幅度的降雨 直接在各地频频降落 所以他们讲说 很有可能在地震过后 整个土石会产生松弱的状况 如果这时候来了大雨 请各位一定要严防相关有可能产生的意外跟危害 复合式的灾难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螺旋 相互牵引 哇恐怖 你来看看广东 找我们一步水深火热了 对因为现在广东发生一个状况 他们讲说 这个叫百年一遇 为什么叫百年一遇 一样是遇到雷雨暴 各位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完全已经成为水箱哲果 而且所到之处不是风 就是雨 不然就是风雨交加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他们在珠江的地方 总共有44条河 结果现在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超出警戒 甚至你看这台车子 直接被吹了这个东岛西歪 而现场有如泥石有样 但最为特别的场景是什么 一样也是位在天空 他们就讲雷雨暴有个特性 只要所到之处 一秒几眼黑什么意思 就是说原本天空可能还是一片晴朗 可是当雷雨暴飘过来的时候 各位你有没有仔细看到 他每一个画面的上方天空 都是什么颜色的 绿绿的 都是绿色的 你说雨显这什么情况 绿云照顶 不是 是因为雷雨暴的云层过后 导致说连太阳光都没有办法 轻易的穿透 是 只有蓝光能够过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会导致全部每天 原本是大太阳 突然间飘过来 一片乌云照顶之后变成绿色 而紧接而来的 就是雷暴雨来行 好你刚刚提到了 那个天空瞬间一秒黑掉 下面在原本 好好生活移动的动物 如何整个狂躁起来 让你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对没有说 因为人 他可以对于天文地理 有所认知 大家有所预警知道说 这是天调下雨 但是对于动物来讲 他只看到说 不对 跟平常是不对 平常应该是白天 因为我要吃草的时候 怎么突然间乌云照顶了 对啊 对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广东动物园 发现一个状况 长颈鹿啊 斑马啊 每个都走到那边 但是我不知道 走到哪边 为什么 他就觉得不对啊 不是现在是白天 我们出来全家来吃草的时间吗 是 这么突然间 这个一片乌漆骂黑的 当然 吓到惊慌之所以到处逃跑 但我们讲 除了动物受惊之外呢 现在大家还发现一个奇迹 这个是连人看了都会惊讶的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广州塔 那广州塔 各位他在接闪电 所以他们讲的在一个小时 在一架123456 不断的接的这个雷电 因为当然是属于这种 我们讲的暴雨以及加上 雷晴万俊的过程之下呢 自然而然会找最高处的地方去接 那他们最担心是什么吗 广州居民说 这样我们的广州塔 才会派到吗 不会 各位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有做好这种高塔的 这种接电设备了 但另外一个这个地方 非常值得担心 为什么 因为同样是在广东 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文峰塔 各位 我们带你直接看到这个画面 你看说 诶 宇轩这是什么 怎么一片汪洋 不是这样子 因为各位啊 他文峰塔所在的那个村庄呢 整个村庄都已经遭到灭顶 而灭顶是因为文峰塔 它的挑高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各位 你仔细看到 这不是原本不是长这样 原本是一片绿草如荫绿地 右边是他原来水淹前的样子哦 对 居然哥你要仔细看 右边原本那是什么 这全部一片片通通都是农田 还有房子 原本是这个一户户 我们讲安居乐业的所在 结果没有想到 你下一刻 因为这种雷与包的关系 通通变成了水箱折果 所以他们讲 另外一个地方 在广东的这种江南村 更长 为什么 因为它原本是三面环水 结果没有想到的 就是你刚刚看那个画面 瞬间洪水来之后 通通淹成一片 各位他们说 这变成是水下迷宫 为什么会这样形容 因为有些是田 有些是房子 有些是乡间小路 但全部沉在水底下之后 变成了根本连看也看不见 导播我们来看这张图 看着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这个是从前 有没有看那个水这样蜿蜒而过 这个绿地好漂亮啊 这个地方那绿地 已经泡了很多水了 这个绿地已经失守了 全部都黄沉沉的江水了 对原本呢 这个叫做一三磅水 原本你看 这个是淋水的一个漂亮的圆形土地 结果没有想到淹没之后呢 这个东西 你原本还看得出来一个圆形 结果最后面只剩下什么 除了这座塔之外呢 就是一些我们讲 零星的 比较高处的丘陵具 还有办法用肉眼看见 那你不许想问 那请问一下 这些居民的身家才长 怎么出来啊 怎么办啊 所以他们当时呢 广东已经撤离了 各位到目前为止 高达13万的居民 统统撤离 但各位我们讲完广东 还是有一些中国人 冒险犯难的精神 非常的厉害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一般人家看到大水 绝对是闪圆圆的 结果没有 各位 这根本就是比亚迪 最好宣传 为什么 因为比亚迪的勇望U8 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可以这个射水而过 有没有 他的广告片还拍给你看 就现在不用广告了 他直接开车给你看 真的好像开车 但我跟我讲 他这个他只有限高 也就是说 他最多的射水的水深 只能大概一公尺 而且这个车子 也算是蛮有ガス的 为什么 他等于是在验证性能 搞不好如果说真的 会到时候水淹进来 还可以跟比亚迪要求说 给我给我买一台 对不对 但我们讲 刚才这是车子 还有另外一个更猛 更猛什么 大叔 中国大叔 中国大妈举世闻名 你刚刚是开车子射水 他不是 你以为说 雨萱你干嘛 他是淹水吗 他在游泳吗 不是啦 他在骑自车 全面下市一台 自车可以骑自车 对 他可能觉得自己 不是仰望U8 化成一部车 对 他是俘卧U8 这是一个大叔 然后骑着机车 他就这样在水里面涉水而过 但比起这两个都是大陆国产的东西 一个是机车 一个是电动车 有人开着进口的凯迪拉克 就没有那么幸运 为什么 各位你仔细看 一边开着豪华名车凯迪拉克 就另外一只手 就拿着水杯不断的在接水 等于是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而与此同时在广东 同样有一名男子 也因为受困在河道里面 而他开的这次 不是车子了 叫做什么 挖土机 用挖土机 第一个你看他掉挂一个绳索 然后赶紧的把这个男子 让他用绑在手的方式 拉上来才得以得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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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